余总 明天下午三天有个节目采访 参加吧 控制在二十分钟内 明白 节目组觉得要提升这件事 跟节目组国同是你的共作 媒体的稿子怎么回事 我说过这种废话 谁写的 郭宇 就是上周天天迟到那个 怎么还没开出 余总好 余总好 哪个部门呢 我是公关部的 我叫郭宇 怎么看我参加 陪你一起好好吃饭这个节目 我们的应用选择主要是 做生鲜和半成品配送 针对热爱美食的人群 像余总这样 形象好 气质好 又热爱美食 热爱家庭 做饭还好吃 不知道我不会做饭 怎么看我不会做菜 还以厨艺精湛人设 参加陪你一起熬吃饭这个节目 余总 会不会做饭 不重要 你说 请刘亮明星代言公司产品 即便能带货银 却是短期 还需耗费百万级费用 余总形象气质佳 粉丝基础扎实 却以公司品牌式一体相连 长期稳定 但如果为此学做饭 耗时过长 耽误于总经营业务时间 节目只是为效果而已 不需要劳费时间 精准分析市场接用户心理 提供品牌率最大化的公关方案 对我和公司的形象 进行营销 是你们公关部的职责 而你 只会说刚才那种废话 你觉得你称职吗 明天自己去人事部 对我说 明天表示 明天那个 那么苹果 明天我们成功 明天我们成功 明天我的society 明天你不是 明天O 明天这个 明天的 明天有美丽 明天的 成为魔王 大概只要是熟悉她的你 没人会喜欢她 下班了吗 先回去吧 魔王回来了 不能在跟前做饭 我们自己点外卖 放心吧 以为余总是个暖男赛 在这里上班 没想到是魔王 长天你加班 连吃过好饭都不敢 好啦 别说了 看点节目 多加点弹幕吧 大哥看个我 余总有什么朋友吗 会吃的那种 我先来看我们家 一道做菜全是特险 挺深的 看我微博 我对比图 怎么会这样 可兰 怎么 哎 果然有钱就是可以为所欲为啊 神奇的现场 垂死这种资本 怎么不去演戏呢 开热闹 开热闹啊 我做饭老板还劝别人好好吃饭 做饭镜头据说是用气身完成的 做节目都用气身 不会压根不会做菜吧 什么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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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认识体验的话 看众所欲求的 听说他在公司里能脸 预言跟脸 你节目上的样子都是装的 过分 要上节目就自己学一下啊 你自己 做节目 韩国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时我还不知道 我即将进入魔王的厨房 努力将口瓜做出好味道 那个我们公司之后呢 会对起来转发不声明的好吗 请你相信我们 都是谣言 对对对对 然后你们报道的时候 不用替身两个字好吧 我们余总真的没有替身 喂 你好 喂 你好 不是 这是我们公关部 好的 感谢 对对对对 余总是真的没有替身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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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的口径 我们稍后会和媒体沟通的 谢谢 所以你们给出的解决方案 一声明 二空评 三气用提升学会坐在 几个月 这次在对面 是很转发不得 对对 转发不得 我好 再现实研发不得 我不是 温度生的 可能是 假期的 结果 有没有 我找到 情境 我都知道 他们在这坐下 我已经几个月 是你们之前偷软了呢 还是这次真的情况特殊 砸钱上热搜 从放物料炒话题 再到上热搜一般需要多久 一个小时 这次从第一条弹幕开始 到上热搜八分钟 怎么 跟节目组商量好 让我起火难下逼我拒绝做赛事吗 余总 我们这么做呢 也都是为了公司好 如果您能配合节目组一点 也就不会 所以是节目组给你们发工资吗 余总 我们已经站在公司立场尽力沟通了 可节目组说得很清楚 一档美食栏目 用替身 我已经劝您很多次了 要么您起用替身自己做菜 要么什么呀 你们的工作就是跟节目组沟通 而不是社局来逼你们的老板 这点工作能力都没有啊 辞职 对 你以为 你以为 这个世界都是在围着你转啊 我的工作能力还轮不到一个 自以为是盲目自欣的人来判断 我也辞职 我也辞职 我就不信 有人会替你收拾这泼烂摊子 我给你辞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